月亮不仅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天体 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凭借我们肉眼就能观察到圆缺变化的星球 循环往复的月像变化 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 就像是一台天然的计时器 也正因为这样 根据月像而发明的阴历 便成为了我们古代人类最早使用的立法体系 应用阴历计时是一种技术 但理解月像变化背后的原理 则更接近科学的范畴 也许是月亮的阴晴圆缺 太过让人好奇 在2500年前 东西方的天文学家不约而同的 都向这个奇怪的问题发起了挑战 周壁算今是中国最古老的数学和天文学的典籍 其中天文学部分的成熟时间 大约是在2500年前 周壁算今中有这样的记载 月寒影 故月光生于日之所造 破生于日之所弊 当日则光影 旧日则明静 短短的这一句话 就把月亮反射阳光 月像变化与太阳的照射方向有关的原理 都讲得清清楚楚 几乎是在同一时代 古希腊哲学家阿纳克萨格拉 也通过观察月牙的朝向 想通了月光源于太阳光的反射这一道理 在距今2500年前的古代 这绝对是一项极具颠覆性的思想成就 有了这些认知作为铺垫 古人就很快理解了月时和日时的成因 公元前两世纪 古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通过测量月时发生时 投在月球表面的地球阴影的弧度 他就非常快速地推算出了地球比月球 大约要大三倍的结论 阿里斯塔克使用的方法虽然很粗糙 但是这与我们现在知道的 3.67倍的准确结论 其实已经相当接近了 阿里斯塔克在上弦月的时候 利用太阳落山的瞬间测量太阳和月亮之间的夹角 然后用几何方法来计算 地日距离与地月距离之间的比例 阿里斯塔克的计算方法是正确的 但是大气折射让他的测量产生了将近三度的误差 这也让他与正确的结论失之交臂 第一位完成地月距离测量的天文学家 他的名字叫伊巴谷 公元前190年 伊巴谷成功地预测3月14日清晨会发生一场日全时 伊巴谷就带上学生 提前踏上了前往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漫长旅程 而他的另外两名学生 则被派遣到了遥远的赫勒斯帕海峡 开展同步观测 伊巴谷交给学生的任务并不是观测日时 而是要在日时发生的那一刻 测量月球在天空中的角度 在没有同步计时器的年代 日时就是一个天然的时钟 它可以确保远隔千里的两地 可以在同一时间获取测量数据 这也是有历史记载的首次同步天文观测活动 伊巴谷经过计算 它得出了地月距离大致相当于59个地球半径的结论 这与地月平均距离约为60.3个地球半径的准确数据 已经相差不大了 在地星说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 月球虽然有一定的特殊地位 但是它作为地球的卫星概念却是相当的模糊的 更多的时候 人们会把月亮是作围绕地球运行的众多天体之一 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地月系统 直到戈拜尼提出日星说之后 科学界才开始对地月系统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 在日星说中 月球被描述为地球的天然卫星 它并不直接围绕太阳旋转 而是以地球为中心进行公转 不过在望远镜发明之前 人类对月球的认知啊 仅限于它的大小 距离和运行方式 对于月球本身 人们几乎是一无所知的 直到1609年夏季的一个傍晚 伽利略把刚刚改良后的望远镜 指向了他熟悉的月亮 虽然啊 早有心理准备 但望远镜中的月球 还是让伽利略震惊不已 他发现在月球的表面 除了布满着大量的环星山以外 还存在着大片的暗色区域 这些区域被伽利略误认为是月球的海洋 因此呢 他把它叫做月海 这个叫法呢 一直沿用至今 实际上 那些暗色区域 只是由冷却的玄武岩 铺成的平原而已 伽利略立即就着手 把他看到的月球画了下来 这也是有史以来 第一幅月球的地图 在这之后 几乎每一次望远镜性能的升级 都会有科学家用更高的精度 把月球地图给重新绘制一遍 17世纪末 两位意大利天文学家 乔利和格里马尔迪一起合作 绘制了一本相当精确的月球地图集 他们用天文学家的名字 给重要的环星山命名 还用天气的名字 命名了月球的平坦区域 这些细致的工作 最后就成为了沿用至今的 月球命名系统的基础 不仅如此 他们还根据月球山峰的阴影长度 为上千座月球山峰标注了高度 而进入到19世纪之后 一系列新技术 接过了探索月球的接力棒 开启了人类探索月球的全新旅程 在这场 由新科技主导的探险当中 摄影术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19世纪末 月球摄影先驱 帕西瓦尔·洛维尔 手持着装有特制镜头的望远镜 拍摄了大量高质量的月球照片 随着时间的推移 胶片技术与曝光工艺的发展 让照片中的月球 面孔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那些遥远的环形山 山脉与广茂的大平原 正在新技术的帮助下 快速拉近与人类的距离 这让人们越来越觉得 月球这个陪伴了地球数十亿年的伙伴 似乎并不遥远 1959年10月7日 苏联的月球三号探测器 穿越了它从未向我们 展露过的月球背面 带回了29张 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大洋彼岸的美国也不甘示弱 他们启动了一系列 雄心勃勃的探月计划 携带着精密相机的 9颗徘徊者号探测器 和7颗勘探者号探测器 为后续的阿波罗计划 铺平了道路 而我国的嫦娥系列探月项目 用于月球表面三维成像的 立体相机 用于分析月壤化学组成的 光谱仪 用于测量月壤厚度的 微波探测仪 还有用于空间环境探测的 高能粒子探测器 以及用于月球 岩石结构探测的 地质雷达 现在都已经成为了 探月的标配了 这些探月神器 必将为我们人类 对月球的认识 更上一层楼 月亮是如此频繁 频繁到只要你走到户外 就能看到它 但月亮又是如此的不频繁 因为当望远镜 把月亮的大量细节 展现在我们眼前时 你就会突然意识到 这不仅仅是那个 牵动了我们 思乡之情的文化符号 它是距离我们 最近的一颗外星球 是我们征服浩瀚星空的起点 那一刻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与四百多年前 手持望远镜 望向月球的伽利略 产生跨越时空的构名 而若干年前 我就是这样 只一眼就因为那些 壮丽的环形山 而终身爱上了观星 月亮不仅是 人类探索星空的起点 更是我们星辰大海梦想的起点 而这一切都从我们走出户外 亲自举起望远镜 观察那些壮丽的 环形山的那一刻开始 深邃神秘的星空 总是令人心持神往 然而观星的门槛 常常让人望而却步 如今 随着智能科技的跨越 一款全新的智能天物望远镜 应运而生 它能让遥远的星空 一触即达 一见成像 连小朋友也能亲手拍出 梦幻般的升空天体 欢迎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 深入了解详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关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关注